他尽职尽责地照顾着孤乖老人赵三 赵三的女儿却向他提出了一个难以启齿的要求 他希望沙岸能穿着母亲的衣服和赵三共挣一晚 这无理的要求在沙岸看来却是子女对老人的一番心意 所以他穿上了那条红色的裙子睡在赵三身边 本以为这一晚就会这样过去 平日瘦弱的赵三却突然发礼想要对沙岸做些什么 沙岸极力反抗着 挣扎中房间里的电热器被意外点燃 沙岸急忙扑火又拉着赵三逃离这里 在这个过程中赵三意外猝死 沙岸本想大声呼叫 然而当他来到客厅里时他傻眼了 赵三的女儿竟然上吊自杀了 他的孩子真子还站在一旁面无表情 那场事故让沙岸失去了工作 他开始漫无目的的流浪 然而纵使经历了这些 也没有让他对老人失去信心 沙岸路过一下唱八时 遇到了一个不被接待的老人 热心的沙岸立马走过去 假装是老人的熟人 工作人员看到有人陪伴 才终于肯接待老人 两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却意外地谈得来 他们在唱八里彻夜唱歌 又昏然睡去 分别前沙岸才知道 老人的子女整天为了遗产勾心斗角 闹得整个家里不得安宁 所以他宁愿在唱八里彻夜待着 也不愿回到家里 两人完成了分别前的最后一次握手 沙岸摊开一看 老人还留给了他一万日元 但是这份偶遇的美好 沙岸又继续了流浪 这次他遇到了一个 想要盗窃自行车的老人阿茂 沙岸趁机威胁阿茂住进了他的家 他在这个家里肆意地翻找食物 委屈的阿茂整得一脸苦相 夜晚来临 沙岸准备了可口的饭菜 阿茂独居多年 已经很久没有吃到 这样热腾腾的菜肴了 两人间的关系开始融冰 晚上睡觉时 阿茂还把家里的毯子送给了沙岸 沙岸住在这里的日子 阿茂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规律起来 他还向沙岸说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事 他曾是个修理工人 但伴随着日子流逝 他的年纪不再能胜任这份工作 从那之后 他就换上了偷窃自行车的毛病 看着埋怨被阿茂偷来的自行车 沙岸震惊了 他不允许阿茂再做这种事 还带着阿茂把自行车一辆辆地还了回去 沙岸来到这里之前 阿茂还有一个理财师朋友 这个朋友打着理财的名义 其实是想骗取老人的佣金 那个时候的阿茂只希望有个人能陪自己多说说话 所以他接受了这份欺骗 但现在的阿茂有了沙岸的陪伴 不再需要理财师来倾听自己的废话 谁知那个理财师是个小混混 直接找上班来找阿茂算账 阿茂吓得转身就跑 沙岸却毫不畏惧 他今年在社会漂泊 早就看穿了这种人 三下两下就把理财师给吓走了 然而危机解救完后 阿茂却想离开了 但子女讨厌照顾老人的繁琐 所以阿茂只能住进了养老院 看着阿茂挥舞的手 沙岸心中无味杂陈 他开着阿茂送的车离开了这里 从那以后 他便住在了车子里 直到他遇到了另一个老人 老人名叫易南 一马年纪了还在偷看淫秘的书籍 沙岸发现后却没有奚落眼前这个老人 但他还是以此作为把柄 来到了易南的家 易南并不是独居 他还有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的妻子 妻子终日躺在病床上 被一位护工阿姨照料着 易南一开始还很难接受沙岸的到来 但沙岸却为这个冰冷的家里 带来了久违的温暖 渐渐的 易南接受了他 甚至还把妻子的衣服送给沙岸换洗 妻子已经年迈 早就容颜不在 恰之还患有老年痴呆 每到深夜都会大声歌唱 吵得易南不得安宁 沙岸到来后 他温柔的照顾着病人 那些尖叫的歌曲 也逐渐变得舒缓起来 听着悠扬的旋律 易南不知为何落下了眼泪 他开始越来越依赖沙岸 这却引起了胡宫阿姨的嫉妒 阿姨悄悄叫来了易南的亲人 亲人表面上对沙岸很客气 潜台词却是赶着沙岸离开 亲人说的话冠冕堂皇 但大家都知道 他只是担心易南和沙岸的关系越好 会让易南犯糊涂 把家长都留给沙岸 临别前 易南送给了沙岸一盘录音带 他告诉沙岸 他年轻时曾是个战士 多年来的战争经验 教会了他一个道理 每个人的极限力量都很微薄 只能带给这个人前进0.5毫米 但当越来越多的人 都朝着相同的目标努力 就会获得成功 沙岸细细回味着易南的话 开始了远行 他没有再认识新的人 而是偶遇了真子 真子在外面偷窃食物 被沙岸发现了 沙岸趁机跟着真子回到了家 他还了解到 真子在母亲上吊自杀后 就住到了父亲家里 但这个所谓的父亲 好像并不喜欢真子 他总是对真子 有一种莫名的敌意 真子也总是小心翼翼的 一天 沙岸回到这里时 真子的父亲竟然在疯狂的 让真子喝酒 沙岸联盟达到了那个罪鬼 真子也趁机跑到了外面 两个人来到了暗口 沙岸正想追问发生了什么 真子的下身却流出了一股鲜血 原来真子竟然是个女孩 沙岸正经于自己的发现 在安顿好真子后 他也知道了真相 真子的母亲被朝三抢奸了 所以真子其实是乱伦的产物 这也是父亲一直不喜欢他的原因 也许是受了刺激 母亲从那个时候起 就开始把真子当成一个男孩 真子也因此痛恨家里的所有人 得知真相的沙岸 打算让真子放下心中的芥蒂 他想把那条红裙子送给真子 让他做回一个女孩 还恰巧发现了阿茂留给自己的 一百万日元 沙岸心中的防线被击碎 他打算带着真子 离开这个痛苦的地方 父亲第一次摸了真子的头 看着远行的车辆 有什么东西在彼此心里挖解着 一个人的远行终究是漂泊 然而当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时 就变成了前景 他们认为了令人有点压力 我们到这带去 我们到家里了 我们到家里